碧安省去年10月16日坠楼此事引起各界哀悼 婚姻平权法案更因此备受重视 联合报器资料照片记者陈瑞元摄影分享 台大外文喜退休教师碧安生明天逝世满周年 民团将上海道弹纪念晚会 对于同型婚姻合法化 总统府发言人林赫明今天说 执政团队会努力让修法过程更完善 确保相关权益受到保障 碧安省去年10月16日坠楼此事引起各界哀悼 婚姻平权法案更因此备受重视 大法官5月间作出示自第748号解释 认为现行法令为保障同性婚姻违宪 要求主管机关在解释公告后两年内修改相关法律 婚姻平权大平台明晚将于凯达格兰大道举办 再也等不到我们都是必安生纪念晚会 婚姻平权大平台日前发出声明 呼吁民众当天站上凯道 声援必安生是11周年的纪念晚会 让立法院及行政院看到同志的生命不能拖延 总统府发言人林赫明今天受访指出 行政院依照大法官是自第748号解释文的一旨 持续针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治工作及相关的法律配套 综合各界意见 后续将会紧速提出可行的方案送交国会审议 林赫明强调 执政团队不论是在立法或行政机关 接下来会努力的让整个修法过程更完善 确保藏环的权益受到保障